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香波 再加上浪费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看到现在来着圣诞节 很多商场或者不同的店铺 店家等等 都说自己是圣诞大特卖的 不是正常的 圣诞节是大节 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竟然去到英国我笑得傻了 我差点以为是否有人写错字 他们说英国圣诞大罢工 不是大特卖 是大罢工 大罢工 你看到这样是很开心的 就是你有你的开心 别人有别人的罢工 究竟能不能叫河水不帆井水 你有你的生活 他有他的腹轮呢 这个就是一件事 现在看到最新的很搞笑 甚至乎去到机场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在说机场的边检人员 他们都计划要在聖诞大罢工 边检人员都这样 看来真的很严峻 那现在他们就决定是怎样呢 他们这个工会 全部都是以工会做牌头 他们英国各方面搞罢工 决定在今个月的23日至31日 来这个叫做罢工 一听到就知道 现在已经横跨了 是圣诞节到打后 大家想着过新年 即是徐席新一年 那个开心情绪 不是吧 你玩东西 这个时间就在搞搞振舞 预计最少 本来我看到大概是一千左右 现在就说最少有二千个工会的成员都说要去参加 不单是希斯路机场 连其他也会影响 预计二千人而已 很少而已 二千人听起来真的不多 但是他们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是可以瘫痪到整个系统的运作 虽然二千人多 他们发挥出来的影响力很厉害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这么多机场也有份牵涉到 预计会有超过一万架 一万架次的韩班都会受到影响 哇 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英国的人 哇 飞到过去 这架机下不了机 就算下不了机 只能够停在一个停机坪 不能够进入机场 因为是反攻 没有人招呼你们 那怎么办呢 对了 你知道的 尤其是BNO哥 又拖男带女 又老有少 又什么都有 还有什么 红白蓝 走难 很多劫 他们零碎多劫 哎呦 怎么办呢 刚才提到其他机场 和万城 都有份影响到 估计这二千个公会成员 足以影响到超过二百万个旅客 哇 挺可怕的 不过看到 就似乎 他们的诉求是否很厉害呢 我看一看 又不算算很多 他们其实说 希望加工两个巴仙 其实很少 两个巴仙 两个巴仙那么少 要求这么低都不肯吗 都不肯吗 不肯吗 有不同的工会 英国有很多工会 不止要求两个巴仙那么少 因为英国的通胀 每个月都升得很厉害 如果你加两个巴仙 根本就追不上通胀 追不上不得止 还是不够用的 两个巴仙 我觉得太少了 当然 你说其他护士 教师 你说要追回落后 较早前 因为很多年 都被你剝削到什么 剝得只剝骨 你现在叫你補一点 例如油谷 油症 又不可以 四个巴仙都不肯 为什么呢 两个巴仙都不肯 有没有搞错 我觉得很卑微 工会都说 他们的员工处于贫穷 跌入了贫穷网里面 好看就不好吃 你在哪里做的 在机场做 做一些边检人员 看他们像奇奇利利在制服 穷到不单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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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给不了 罢工也是别无选择 听见真是凄凉 别无选择 这么没有选择的话 在当地的BNOG 看来就不太支持 不太支持 不太支持 我现在发现 有些BNOG 开始骂他们 说这些人很生气 搞到 个个都要罢工 搞到他们很多人回不了工 还说他们这些英国人非常自私 很PK 影响了其他人生计和正常生活 说这些英国人很自私 罢工的人非常自私 只有BNOG 才是最顾存态局 这么说 我看到这些更恐怖 待会可以再说一说 我们站在这些打工仔的阶层 去说一说 搞到我们两个好像那些什么鬼 像李卓人 反而我们会帮这些工会发声 也都说 如果当局不回应诉求 就会将工业行动升级 很困难的是什么 内政部也说 你有你的罢工 我有我的 如何补回员工 会调派资源和人手 去应对 也提醒乘客 要为你的行程做好准备 还说预计在罢工期间 这个边检方面 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可能小朋友等到有哭 拉尿 不要紧 有自由空气 进入境之后 一锁 很爽啊 很冷 现在自由空气在英国 看到气温每方月下 这些地方会接冰 冷风也到 这些时间过去很棒 立刻去感受一下白色圣诞 我们也提到的 新卫城预计想立一些引号 惡法 令这些人的罢工的威力 减低 他们觉得自己这些罢工 好像很有威力 可以令我别无他发 影响了二百万个旅客 都在所不惜 拍得住 那时候他们在香港机场 阻止那些旅客 不让他们上飞 你要过去的话 或者你要上飞机 不要问我为什么坐在那里 你去问林郑月娥吧 对啊 没错 现在去到英国 为什么你下不到机 为什么你出门出这么久 不要问我 你问英国首相新卫城 不过那些人很贱 就像BNO女孩 就说她 怎么搞错 阻止人上班 或者阻止人家的生活 你自己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工 那些人渣敗类 这些BNO女孩 就是说这些说话 你不懂得脑子 脑子是闭塞的 闭塞 你不懂得多转一转 就像扭解释 你发觉 为什么这一粒 拧来拧去拧不回 你拧转多几下就可以了 弱智 你想想 为什么通胀会这么高 通胀高到一个点 是人家都生活不了 甚至乎有些人交不起电费 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在你所说的 自由空气的民主社会 为什么仍然生存不了 一定是政府出现了问题 就算有俄乌 或者其他不同的世界局势 其他不同的事情 为什么他生活不了 有很多事情 政府是要解决的 记住 政府是要解决市民的 生活上的问题 或者民生方面的问题 如何令大家安居乐业 社会才不会有那么多 罢工和动荡 即使等于这样 你们就是说 香港没有往上流的阶梯 什么香港不公平 其实英国也有 英国也不公平 英国有很多的 一样的 好像我们较早前提及过 有些做教师 本来你听起做教师 在香港算是一份 颇为体面的工作 但是在英国 有些教师 惨到只能够去 轮食物银行的救责 教师都赚不够钱 还不够钱自己吃 这个状况 我认为是挺难处理的 就是这样的 情况下 有些Biannoga 还要质疑他们 质疑他们 这些人 这个时候罢工 搞到他们 上班都回不了 没有办法 过上一些正常的生活 还说 这些英国人 本来就已经赚很多钱 现在只不过是 最近加工牌 追不上通胀 就已经要罢工了 是不是英国养开懒人 有些这样的Biannoga 批评 是这样的 是人渣 我看到那些去到英国 也是本来做老师的 什么老师 也移民那些 是的 他怎么说 我身边 英国朋友 全部很生气 就是说给你听 我身边的朋友 是英国人 你们有份工作 还要罢工 真是很扑 吃豆泡的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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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街 我不是说粗口吗 先清楚 这样会影响其他人的生计和正常生活 这些是致死的表现 还有Hashtag 英国政府要工作 你和之前你们在香港 终于镇压他们 是的 有没有搞错 你和他们在香港 要大三把 大三把 那些人就是觉得 没有民主自由 有民主自由 就能改善到生活 如果你的生活好 老实说 香港人就不会在那里 说那么多 如是愚翅拌饭 歌舞升平 下班去夜总会 带小姐去吃大排档 看电影 很多不同的演唱会 周星馳电影 这些大家开心的话 歌影视 什么都嬷嬷嬷嬷 就没有什么 这些我们就说 因为政府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生活不好 其实是一样的 英国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有民主自由底下 即是你们觉得那种民主自由 而发生了这些 政府和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令到他们的收入不如预期 所以他们因为那个问题 而罢工 你们可能是有得给你们做 你又不愿做 即是叫你年轻人做七十一 又说不要向上楼 又说民主自由 要光是 你们其实都是以自由 即是你觉得有民主自由之后 就会令你的生活附足 你们到最后 都是想要理想生活 其实现在英国方面 他们都是在追求这些东西 如果人们在追求这些东西 只不过他们是有你所说的民主自由 那我们说回新卫城 如何这么贱格 这些不知道是否算是恶法 还是他们作法自绑 他挺有趣的 我觉得这些人很串 串得来 他不是言语间很串 他冷言冷语 是冷串 他说现在在草耳一些法例 要保障公众 免受罢工的影响 这些人渣黄丝 开心死 政府做事 这些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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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恶法 真是恶 真是恶 很恶 这些人渣 我说自己是真可憐 真可憐 真可憐到要罢工 罢工都是迫于无奈 然后你还要看到 那个威力勁 刚才我都说了 2000人 这个边检人员 2000人影响到200万人 你想想 这些人会拒绝 排除禁止 紧急服务罢工的可能性 要将一些紧急服务的 你们这些人不准这样 用这些恶法 来规管你们 让你们不要罢工 罢得容易 还说 较早前 已经向国会提交 引号恶法 来确保 罢工的期间 都要维持基本的铁路服务 哇 这些BNO 真是很喜欢上班 是吧 罢工都要维持基本服务 即是 以法律来到限制 他们不能够罢工 没错 罢工的威力突然间削減 你化为污游 我还可以 因为你看到 整个地铁站 是落阶放狗 删斥 到时 你要确保维持机背脱路 否则会是违法 以简单来说 谁罢工就是犯法 如果你罢工 但又要维持正常运作 根本没可能 没可能 那就不叫罢工 罢封 罢个封 放工后就可以罢工 是否这样 你先放工 罢工 删斥了一个站 到时过了晚上 不知多少点 英国的铁路 就会删斥 那时候就罢工 回家 罢工 完全没有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边检人员 他们的工会 全名是公共事业与商务服务工会 即使这班边检人员 就是在这个工会里面 可惡之处 就是用这些法例 去修改这些法例 其实跟逃犯修订条例 他们觉得是有问题 我不觉得是有什么问题 逃犯修订条例 就是用修改法 做这些恶法 再规管这些人去罢工 这些在他们眼中 理论上来说 就是恶法 竟然你们这些人 当时支持大三霸 还反过来说这些人不对 还说他们是自私的表现 因为影响到你们的生计和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就是那些人 没有钱没有成 没有正常生活 即是黑食 是在职黑食 最惨是在职的 人家有工作的 只是要你们牺牲一点点 你不支持不得已止 还要冷言冷语 你这些人是什么人 还说 有些人问他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为了加薪 我跟着这些女人 这些垃圾 前黄尸 就说 人工追不上通胀 但是他们 人工已经很高了 很高 这个逻辑已经有问题了 你追不上通胀 就不会有很高人工了 阿哥 白痴 怪不得要去英国 白痴教师 幸好走了 因为真是教坏小孩 真是幸好 你根本上上一句 拼不下下一句 垃圾 小爆嘴 即是说 英国官员要做事 小市民上班的权利 和利益 谁去捍卫 大三霸的时候也是 这些垃圾 还阻止人上班 前黄尸 前教师 他以前是教小学 还是什么 好像是 搞通式 我记得了 他说过 原来是教助理 被人踢爆了 有些人都问他 你说出了一个重点 为何人工这么高 仍然追不上通胀 为何通胀这么厉害 政府有没有方法去应对这个问题 那些方法有没有效 那些人一问下去 他已经轻机了 接触了一个重点 接着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都问他 为何大三霸的时候 你们又不生气 他也是说一句 叫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 哎 傻了 我刚才也说了 民主自由 就是因为 你们觉得有民主自由 便有好的生活 就是你觉得生活不好 想想想 有些白痴 即肥佬黎 教你 为何你生活不好 为何你这么惨 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自由 追求民主自由便可以了 例如梁家杰 和王之锋 和罗冠昌 那三个 各族选特首 看你选哪个 就是这样 搞定了 就可以救到香港了 哪里 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是的 没错 看见新伟成这一副 就叫做相当之恶 很恶的 很恶的 你猜不到 在我们一般认为 一般人认为 英国也叫做一个 所谓的民主 又有自由的地方 但是真是恶起上来 这些真是恶法中的恶法 你这样要立一个法 不让人去罢工 哪个参与罢工就犯法 究竟工人的权益去哪里 我想问一下 这条法例最狡猾之处就是 他又不是直接禁止你罢工 但其实客观的效果就是禁止你罢工 他就说要求你罢工的时候 你都要维持正常的运转 你要维持正常运转 那些人就是要上班的 你怎么能够又罢工 又要维持到服务运作才行 所以他这个恶法就是禁止人去罢工 是在剥削罢工的权利 是在剥削工人阶层的权益 这么恶的 二十一世纪 这些什么国家 我很想问问 我们可以再对比 我们再将新维性引号恶法 会不会有机会参考 好像南韩政府 他们也是类似的 因为南韩方面也有不少的罢工 现在在犯了 没错 他们现在政府那方面搞了开工令 不是整个令牌 不是这样飞 要求罢工的钢铁 还有石化业的货车司机 叫他们复工 那时候国会那些都在罵 有没有搞错 搞到整个人都在罢工 那些民生方面 很不够 那样那样不够 那样做了开工令 是怎样呢 即是说 你们基本上 第一 如果你们不回到崗位 政府就不跟你讨论 那些诉求 就是先小人后君子 那他们的开工令 假如你是违反了 会怎样呢 那我看到的资料也挺有趣 挺恶 是 为者可能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即是要蹲牢 蹲三年以下 现在这些民主自由国家 就是要大家互相想想 如何剥削工人的权益 那麽神奇 看看你们自己各自理 看到这件事 好笑在于 现在你中了回力标 即是当你要上班 或者生活很紧要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些罢工 对你的影响究竟是怎样 那你说你很喜欢上班 现在你自己很喜欢上班 那好了 我们今集先说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 看看这些朋友 有些什么要说 好 希望失慰性方面 不要弄那么多恶法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